母女久别重逢 福宝则显微有些淡定 心想刚分别几天 妈妈这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这么粘着 女儿即将去过自己的生活 未来还会组建自己的家庭 叫老母亲哪里放心的下 哪里舍 虽说在一起时 福宝总是惹爱宝生气 但当再次见到福宝 爱宝那种发自内心的高兴 易于言表 估计爱女士也想不到 孩子这么快就长大 当年在外场 看到黄土高坡的时候 气不打一处来的爱女士 还对爱宝进行各种爱的教育 当妈的爱女士面对整天 做天做地的福宝 谁能想到孩子打着闹 整天有操不完的心 竟然长这么大了 在狭小的休息室 福宝感受到妈妈的心情 明白了妈妈对自己的思念 紧紧地跟随着妈妈的步伐 仿佛在说妈妈不要担心 我很好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这次患不舍女儿的爱 标记福宝了 后来福宝躺倒在地上 爱宝走过来 紧紧抱住福宝不松手 仿佛怎么都看不够 果然不论什么物种 父母的爱都是一样的 大熊猫虽说是 有领地意识的独居动物 但并非没有社交 即使是野生大熊猫 它们在独立后亲情海 也还会有探亲行为 在野外与远嫁的女儿部 雄性大熊猫 一般都会守在母亲领地周围 默默地关心着母亲 时不时还会偶遇几次 看看对方是否安好 对于爱宝和福宝的母女情 不得不说将爷爷好懂他们 时刻留意着爱宝和福宝的感受和情绪 感谢两位爷爷如此爱着爱宝家